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不会影响台湾 但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仍然是有热带性低气压蠢蠢欲动 而在天气方面 这几天还是高温闷热 各地小心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雨 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1号台风悟空形成 不过它的位置距离我们东边 还有将近4000公里左右的那么远 而且还有预测移动方向 对台湾地区应该是不会有影响 同样的其他热带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就以目前资料显示 对我们影响机会也不高 当然气象也会持续关注 那么这段时间 影响我们天气系统就没有那么明显 而我们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形态 在未来几天 就像比如说今天明天两天 中南部东南部地区 偶尔会有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其他各地天气晴朗 中午以后会有午后震雨 全台今天的白天 仍然是阳光露脸的闷热天气 虽然11号悟空台风 在周一的晚间行程 但是它的位置纬度偏高 往日本方向移动 不会影响到台湾 不过南海的低压带 有利于台风的深沉 在菲律宾的东方 也有热带性低气压 是蠢蠢欲动 至于台湾这几天 是笼罩在低压带里面 白天的温度偏高 午后的话水气偏多 天气方面是持续的不稳定 出门的话记得带伞备用 家有幼童的话要注意隐藏的危机 现在又多了这一样叫做牙线 在台中就有一位妈妈po文说 她家里三个小孩玩牙线 整卷拉出来 结果缠绕在两岁幼儿的脖子上 幸好发现得早 用剪刀来剪断了牙线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 这个年纪就会一直拉 盒装牙线孩子拉出来玩 揉成毛线球 开心的背后潜藏危机 有妈妈公开po文 三个孩子拿牙线当玩具 结果牙线缠绕在 两岁幼儿的脖子上 距离加上拉扯力 孩子一度发出声音声 情况紧急 她发现竟然没办法 徒手将线扯断 最后及时剪断 饱受惊吓 消息传出之后 妈妈们才发现 牙线原来有危险性 通常我们都是自己截一段 然后再给小朋友 就是我们把它弄好这样 没有想过说 如果他们自己玩 会一直抽 一直抽 一直抽 然后弄一大卷 而且它勒在手上 还会有痕迹 很多人都知道 窗帘绳容易缠绕幼儿的脖子 没想到结牙线 也是幼儿安全杀手 专家提醒做好收纳 远离小小孩 大一点的孩子 则教育他们正确使用 不该随便拿来玩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面对高龄社会 如何预防失智症等脑部疾病 成了专家们研究的课题 成功大学的团队 就透过了大脑的噪影技术 只要8分钟 就能够测出大脑的年龄 未来还可以运用在 预防失智症 维持脑健康 受册的个案 躺在此证噪影的仪器上 电脑很快出现大脑的影像 随着大脑的活动 影像上红色部分也跟着变化 那是大脑运作下血氧浓度状态 从他脑噪影的活动模式 去跟个案的行为做一些相关 然后如果能够找出一个 很准确的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模式 然后再来预测一些 其他还没有接受过 这些测验的人 厂代研究团队利用大脑造影技术 判读8分钟的大脑活动影像 搜集200多个20到80岁的个案 将影像透过大数据的比对运算 和常模做分析 预测出大脑的老化程度 未来可以应用在失智预防 设计一些方案 训练你的脑的形质会比较好一点 那训练的话可以有很多种方案 你也可以就纯粹让他做作业 就叫认知作业训练 或者是说你训练他脑波 这项技术经过5年的研究 目前误差值在3岁左右 未来希望搜集到更多的个案数据 让误差值更小 和医学结合运用在心治疾病 大爱新闻 潘云珍 张瑞萍 台南报导 跨海宋爱 2018年慈济约旦益疫诊团 在当地展开了疫诊服务 而慈济慈善之业基金会的 严伯文执行长也代表慈济 与哈希尼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哈森亲皇亲自历临见证 今天我们将在练习的练习合作协议 和哈希尼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会在练习合作协议的练习合作协议 从去年的8月开始 塔拉伯特社交中心 在慈济跟哈希米组织的支持下 不但是教室善用了功能 提供阅读游戏跟训练的机会 也提升了人文的素养 而在今年的7月23号 在约旦的哈山亲王见证之下 慈济慈善志业执行长 跟哈希米组织的秘书长 代表了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要为约旦境内需要的家庭 来提供慈善医疗跟教育的援助 心善要及时马来西亚奔征 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 在志工的带领下 专程送爱到绿园乐林养生之家 陪伴长者们带来了家的温暖 简单的传球游戏当作热身 也是长者与孩子们的破冰 养生之家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孩子们帮长辈按摩 陪伴他们画家常 从爷爷奶奶身上 学习到宝贵的人生经验 因为他们人生经历过 很多风风雨雨 然后他们懂遇到什么困难要怎样 然后我们可以从沟通中去了解 要怎样决结那些难题 让孩子知道心善行孝要及时了 然后就是说每天多花一点点的时间 陪伴自己家里的老人 自己家里的长者 不要把那一个多余的时间 花在手机上 孩子们亲手制作手工艺品 和爱心饭团 用满满的诚意填满了 长者们的心法 生花 它在这边 对我们来讲人生 到这个地步 也是被遗忘的时候 我们生活上没有什么继续不爱人 就像孤零人一样在生活 他们就是没有亲人在身边 我们要孝顺父母 因为他们照顾我们 慈幼与慈少们的造访 让长辈们暂时会别孤单 享受了家的温暖 大约新闻 这次美志工 马云基亚报道 敬老是中国传统的美德 在广东孙政跟上海两地的志工 每个月定期拜访敬老院的长辈 透过有温度的互动 让长辈们不再感到孤单 关怀敬老院的长辈 小朋友跳了十下最流行的海草舞 奶奶摇着扇子沉浸在音乐中 扇子 扇风 暑气笑了大半 这是慈禧志工送给长辈们的 避暑小礼 每一把扇面都画了可爱的图案 全都出自照顾护严群的巧手 我就希望爷爷奶奶们身体健康 天天都是快快乐乐的 年色越大 越要让自己活得精彩 每一天都活在快乐当中 这样一方面 爷爷奶奶山峰的时候 不那么枯燥 这方面还有我们上人的亲私语 除了受到清凉以外 然后她的心境也会得到 一般的清凉 志工在送扇子的同时 也向长辈们告知 严群想跟大家结缘的心意 乐观的孙奶奶特地代表这些 辛苦了 帮我们做了这么多扇子 我们就要感谢你 同样的敬老服务 脚步往南来到广东深圳 志工带来鲜花公事 让这群长者找回年轻时的热情 插花还是第一次 我看到我们老人都满心欢喜的 脸上都笑得很灿烂 他们都感觉到自己有成就感 王爷爷一插完花就急着回到房里 原来是老伴感冒没出门来 他带回这栏花刚好作为祝福老伴 早日康复的贺礼 你高兴吗 高兴高兴 高兴 爷爷第几次送话给你 你讲了 你玩了嘛 谢谢 志工定期关怀护理院的长辈 透过有温度的互动 陪伴两名家度过快乐时光 来新闻这次美志工 综合报答 爱的接力就在菲律宾的奥默克 去年7月中部莱特省的卡南加镇 发生了强症 居民无家可归 奥默克市长夫妇捐出了一块土地 邀请了卡南加镇的居民来移居 并且是由慈济提供了120间的检疫屋 慈济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们 利用了暑假也到奥默克协助园建 白色整洁的检疫屋 与铁皮搭建简陋的房子 形成强烈对比 家乡发生地震的卡南加居民 移居到奥默克市长捐赠的土地上 但却没有能力搭建更好的房子 锁紧螺丝再把白色板子放入 简单的建筑方式 检疫屋在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一间 如果是一样的速度来讲 那就是非常方便 然后也非常适合再给这些当地的灾民 然后一个禁机 但是却又很温暖的一个家 爬上梯子扶住铁条 慈济大学学生也加入 与当地志工居民一起打造新家园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 这算什么工地建筑 其实我觉得搭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 而且当地的居民跟当地的职工 帮助我们非常多 我需要用烤鱼 用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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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水 番薯 蒸香蕉 村民送上点心表达感谢 四季提供结构简单快速搭建的简易屋 希望早点让居民有个安心的住所 带来新闻李嘉梅雅关 非律宾报导 也利用暑假来付出台南慈青主办了抓宝梦儿童营队 吸引了90多个国小学童来参加 透过了参访 钢山大爱的环保科技馆 同学们学习到回收物的价值 还有爱地球的做法 回收宝特瓶可以怎么再利用 切磅的瓶子绑上气球做成空气枪 游戏中学科学 但在钢山大爱环保科技馆里 宝特瓶有不可思议的转化 从切以后它就变成什么 一条一条的丝 一条条细纱都是宝特瓶回收载制的 还能用来做成环保毛毯 营队学员直呼不可思议 学了做毛毯的话 回收伙伴 可以做毛毯巴做辣民 到这里学到环保的重要性 回去后我会告诉家人 做环保的习惯 由实际大专青年志工 主办的抓宝梦儿童营队 共有90多名国小学童参加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是不是说特殊教育的孩子 也能够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的团体 结果很好 不分年龄 不分程度 透过用性规划的科学环保课 让学童深入浅出了解如何爱地球 从整个营队就宝可梦这个包装 然后到所有的课程 然后关卡 游戏 都是我们从舞到有生出来的 雌星化了一个多月策划 带领学员把善念玩入心 也从复出中学得更多 大爱新闻珍 山北志工谢光文 陈林黄台能报道 聋亚人士旧一不变 此季仁医会跟桃源的聋亚协会来合作 第四年的举办了议诊的活动 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服务模式 首语的翻译职工 协助听觉跟语言障碍的人 说出了他们身体的病痛 不同于一般的议诊现场 每位医师旁都有一位翻译职工 中医师把脉 职工匕首画脚 一来一往 要把身上的病痛说明白 农朋友的那个 本身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好 那当然有时候是不是 有像那个中医诊级那种 那他们就需要一些推拿 就有些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 也可能需要 那当然也希望说 这个活动好像只有桃源有 那什么台北啊 新北好像就感觉上还比较没有 他觉得蛮可惜的 此季仁医会服务听觉和语言 有障碍的人士 前往桃源举办一整活动 除了中医受欢迎 内科和牙科也很忙碌 一个早上看诊50人 职工动员170位 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 那合作第四年了 然后前面几年我是比较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现在 然后但是每年参加就觉得 哇 这规模越搬越大 社会 能够培育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专长 可以服务大众 所以说在每次做医诊的时候 都抱着欢喜心 理解他们的病痛 提供必要的协助 让他们的健康不沉默 在新闻知识本职工陈桂林 陶宇报道 四季走过半世纪 毕露蓝绿从无到有 靠的是行善的一念心 正夜上人今天回首 盖起医院救度苦难众生的过程 提到了资深的菩萨 经过了几十年 他们依旧是始终 道性坚定地 在各自岗位上度化众生 这已经四个十年 也刺激人了 很资深 想到了 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都没有空间 在那样穷 困的时刻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一念心 这一念心 都是因为艰苦 所以 启发了菩萨 他们共同一心智 就会做得到 这都是 几十年来 这一群自身菩萨 几十年来 一心一致 不只是一心一致的付出 他付出 就是无所求 大慈无悔 大悲无厌 那大喜无忧 大舍无求 就是这一群 自身菩萨的写照 国际焦点 北半球热浪来袭 日本创下了史上夏季的最高温 41.1度 就出现在雄谷市 而东京也出现了破季路的最高温 40.7度 日本气象庭警告 超过了40度以上的气温 都是有致命威胁的 提醒日本政府要视为天灾 街道两旁一字排开 不停洒水 横滨实测的结果 地标温度真的降冷 只不过还是高达38度 2020东京奥运 是7月24号到8月9号 今年刚好成了高温检测年 东京奥运 特别的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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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开发了 东京奥运倒数两年 天气变幻莫测 眼前就先来个难题 日本东京7月中的平均气温 比往年高出4.1度 太平洋岸的中部地方 还有大阪跟关西地区 也都比年均温高 全都创下了快一甲子以来的新高记录 日本很少人有历经气温40度以上的经验 日本气象厅说 两道高压系统 把暖时空气往地表压 带来的高温 从7月9号到现在已经两周 在日本和南韩造成的 中暑死亡人数惊人 日本至少2000间公司 这星期签订减少交通阻塞 2020年东京奥运前 提倡在家工作 不过日本政府 去年调查发现 公立中小学 有冷气设备的只有42% 大部分的公寓都没有中央空调系统 日本2005年开始 政府推动清凉商务 企业室温调在28度 减少耗能 加上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 浮岛核灾 开冷气跟浪费能源 划上等号 危险高温下 中暑是最严重的 其他状况还包括热衰竭 脱水 偏头痛 失眠 心情变化等 全日本除了北海道 其他三个地区 本岛 四国 和九州 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 今年这波热浪 预计会延续到8月初 日本气象厅不断提醒 大量喝水 喝盐水补充电解质 大约新闻 许舒妹编辑 也因为高温酿货 在南欧国家希腊 这两天爆发了森林大火 火场的地点 分别在首都雅典的 东边跟西边 整个大雅典地区 是农坚密布 而这场火灾 不只是烧毁的防护 也造成了20人死亡 橘红色的火焰 夹带大量浓烟 覆盖整个山头 云本占蓝色的天空 一片灰蒙蒙 大火从白天烧到晚上 寂静的夜晚 只剩烈火 彻夜奔腾 希腊首都雅典附近 爆发两起森林大火 超过100栋建筑 被烧毁 造成严重死伤 一个火场 位在雅典东边的拉斐纳 另一个是在西边的 卡尼塔海边 两个地区都发布紧急状态 另外连接希腊南部 和中部的高速公路 因为浓烟造成视线不佳 有20公里的路段 暂时封闭 希腊夏季炎热干燥 森林火灾很常见 目前当地气温高达40度 加上强风助长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人在波士尼亚的希腊总理 也赶紧缩短出访行程 坐镇调度 目前已经派出600名消防队员 和300辆消防车投入救火 希腊也向欧盟请求空中和地面支援 好消息是预计当地时间周三会有一波降雨 渴望缓解灾情 其实希腊2007年经历过最严重的一场灵火 野火吞噬大范围南部地区 造成60人死亡 来新闻黄敬廷编译 文化总会拍摄了《匠人魂》系列影片 迈入了第十集 这一次的主角是一位打造金式的老师傅 他坚持是要用手做 传递的不只是技术 更是文化跟态度 狭小的店铺里只剩金属碰撞的清脆声音 75岁的老师傅中春中一辈子坚持手工打金 各种细节都难不倒他的巧寿 创造独特美感 其实钟师傅连带的眼镜都是自己亲手打造 他传承的不只是技术 也保留下来珍贵文件 这本日志时期打金样品书 记载了超过1300种款式 过去可能都是比较升学主义 但是其实现在越重视有关技职的教育 那透过许多的匠人 我们用影片的方式去传达他们不只在技术上 其实是在他们工艺上面的一个态度 打造社品用筑膜可能只需要数十分钟 手工却要花上十个小时 但钟师傅认为手作能传递温度 传递赤城初心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大家希望黄一杰登影中台北报道 绿能当道气象局跟能源局来合作 推出了气象资讯的绿能 虚拟营运中心试用版网页 提供了风力还有太阳能等等的观测资讯 还有未来的预报 要全面公开让业者使用 台湾绿能产业变地开花 根据政府规划 2025年绿色能源占比要达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 而绿能最重要的就是看天吃饭 气象局与能源局合作 推出气象资讯 绿能虚拟营运中心试用版网页 首度上线 点开网页针对100米高的风能 以及地表太阳能提供三种资讯 包括历史平均 监测分析 未来三天以及七天的预报资料 不过目前还是试用版 因为这项为期四年的计划才做不到一半 107年我们气象局这边的相关的气象资料的使用 它就先开放出来了 它最后是船只的调度跟追踪的部分 会到109年完成以后 才会整个系统才会上线 气象局提供初步分析结果显示 太阳光发电区最适宜的区域 在云江南的沿海地区 尤其台南最适合 风力发电则主要是苗栗 台中彰化外海 以及屏东鹅卵比外海 目前预测准确度都能达到八成 希望让台湾绿能产业 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大家喜欢今天的科兴至台北报道 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迎接新生命 园区的新成员 眼镜熊宝宝在游客面前 首度的亮相 萌萌的模样 看起来是相当惹人脸岸 希望最后带您快来看 也祝福您何家平安顺心 再会